金融甘土管理委員會長 對發股銀行發達百萬 理由是發股銀行和消費者信用卡的分 消費分級分入最大分級 算海中協和的關係 我們趕快去了解一下 很多民眾都有在使用信用卡的消費 不過信用卡的分級 還有分最消費分級跟小段分級 這兩種民眾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很多民眾對消費分級跟小段分級的差別 並不清楚 消費分級就是由店頭 決定消費者的分級優惠 消費分級是消費出來後 由銀行決定消費者的分級優惠 進行我們單比或多比 每一個消費上面的分級 金融甘土管理委員會發信代表六百萬 原因是發股銀行來不控管基礎 和檢查基礎不落實 所以把客戶申請信用卡 消費分級上座小段分級 發股銀行回應 尊重主管機關的割疑 而且已經隨時正錯誤的資料 以後會繼續改善 確保客戶的款頁 消費分級或者是 帳單分級的客戶 都應該要自己再去查閱一下 或者是跟銀行聯繫 那像金管會也好 消息會也好 消保會也好 我們都可以來幫忙諮詢一下 消費費提供消費者 兵商時就要來檢查自己的分級狀況 那受需要可以聯絡相關部門 尊求幫助 記者過別軍 中佑水 台北報導